韩丽装作手忙脚乱的模样 闲闲才接住了丹药 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 一股辛辣的气味冲了上来 他抬头望了一下莫大夫 对方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略微犹豫了一下 有些怀疑此药的真假 但不吃又不行 因为失重完发作的日子就要到了 假若不吃可就真要一命呜呼了 他自存对方还有用到自己的地方 应该不会是假药 便神色凝重地把药丸吞了下去 然后静待药力发作 没有多久 韩丽感到肚中有一刹那的疼痛 但马上就过去了 他急忙检查了一下身体 发现那失重完已经消融得一点不剩 心中不禁大喜 脸上也带出了一丝痕迹 这些变化 自然没逃过一直面对他的莫大夫的注意 他等韩丽检查完药性后 冲韩丽笑眯眯地说道 韩丽啊 要说我给你服用尸虫丸 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若没有他在后面督促 恐怕你也不是那么容易 脸成第四层了 多谢莫老的美意了 不过下次这种美事 还是不要用在在下身上比较好 韩丽解除了一个心腹之患 心情好转了许多 略微有些相信他的诚意 也就不再对他的虚伪加以针锋相对 如今可以让老夫给你爸爸卖了吧 看来 不让他检测一下我的功力 是真的不行了 他毫不犹豫就把石充丸的解药给了我 已经向我表明了一些诚意 如果我再推三阻四 反而使他无端起了疑心 以为我没练成第四层的长春功 而是用假话框他 这样一来 事情就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说不定会再起什么波澜 再者说 我已经预料到了这一步 提前做了一些准备 即使他把完脉立刻翻脸 我也有一定的脱身之策 莫拉 看在您爽快给解药的份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信任你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说完 他把自己的右手腕递了出去 小心地注意着对方的反应 可惜啊 莫大夫一直维持着 假笑的面容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只是在听到他同意的话语后 眉毛稍稍地耸动了一下 但随即就恢复了原样 他什么话也没有再说 伸出干枯的左手 轻轻地搭在了 汉利的手腕上 小蓉渐渐地收敛起来 变得庄重肃然 似乎正在干一件神圣无比的事情 汉利暗暗使自己维持着第四层的功力 见到莫大夫的这种表情 心里有些嘀咕 竟决心马上提到了最高级 左手悄悄地按向了腰间 而那里 有一柄定制的带翘短剑 慢慢地 莫大夫面上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他已察觉到汉利的经脉里 绵绵不绝的奇异能量 这能量流的强度 远远超出了他心目中的最低要求 即使他再老谋深算心机深沉 竟谋划好久的大事终于有望可成 脸上也止不住地再次展开了花 太好了 真的是第四层的长春功 实在太好了 莫大夫毫不掩饰地 在韩利面前放声畅笑起来 笑声震得满屋嗡嗡直响 但他的手啊 始终没有从韩利的手腕上松开 一直这样抓着不放 莫老 你这是干什么 是不是该放手了 放手 好 我放 大夫 韩利觉得耳边轰的一下 两眼发黑天昏地暗 身体随之失去了平衡 立刻就尾钝在了地上 放在剑柄上的左手 也无力地滑落了开来 坏了 韩利身体虽然不听使唤 但脑子却很清醒 直到自己疏忽了 竟被对方抢先下了狠手 一时之间只能束手待毙 小子你还是嫩了点 现在你什么花样也无法使出了吧 过来吧 莫大夫左手往自己怀里用力一转 把韩利从地上直接扯到了他的脚边 紧接着俯下身子伸出右手食指 直直地点向他胸前的麻穴 砰的一声 莫大夫的手指仿佛戳到了铁板上 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手指的前半截被反弹得隐隐作痛 点穴自然也没成功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衣衫下还穿了一层铁甲不成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在韩利的衣衫上扫尸了一遍 可那单薄的样子实在不像内招暗讲 这让他有些糊涂了 就在莫大夫走神的这一刹那 韩利却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他的复原能力比莫大夫预料的要强得多 莫大夫此时果断地想换另一种手段去制住韩利 却突然间觉得手中原本紧抓住的手腕 一下子变得油滑柔韧无比 根本无法再牢牢掌控 惊诧之下 他略微再动了一下手劲 对方的手却如同泥鳅一般 从他的手指之间滑溜了出去 这一下 莫大夫是真的有些恶然了 韩利出其不意地一个驴打滚 从对方身边麻利地滚到了屋子一角 等远远离开了莫大夫 这才敢慢慢地站起身来 此时的韩利面无表情 两眼冷冷地望向莫大夫 看来他以前所说的什么靠我长春宫刺激密学的事 就是弥天大慌 根本不可信 为了自己 也为了家中亲人的安危 韩利从腰间缓缓地拔出了短剑 这把剑只有一尺来长 清光闪闪 让人一看就觉得锋利无比 是一把上好的利剑 今天 不是你死 就是我汪 我们二人 只有一人 能活着走出这间屋子 有意思 看来这一年 你还真是没闲着呀 竟然练出了这么古怪的功夫 不过你真以为 凭这几手三脚猫的功夫 就能是我的对手 我也好长一段时间 没动过手了 亲自下场活动下 手脚也不错 我让你先出手吧 韩利没有理会 对方对自己言语上的打击 他决定先发制人 抢先出手 占据一些先机 他左手的短剑在身前一横 吸引住了对方的视线 而右边的袖口内 则悄然滑下了一个白尺包 然后抬手一扬 一大片白色粉末 从纸包中挥洒了出来 眨眼间就化作了一股浓浓的白烟 笼罩住了韩利全身 使他的身形变得模糊不情 若有若无 而这烟雾 还很快就扩散到了全屋 整个房间都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伸手不见无耻 韩利也诡异地消失在了雾气之中 我大夫皱了一下眉头 对韩利的这一举动有些出乎意料 不过却不以为然 他自觉经验老道 对付这种下三流的手段 有的是破解的办法 只是怕烟雾被做了手脚 他已屏住了呼吸 以他的身后功力 三五克不换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调虫小技 别敢在我面前卖弄 莫大夫右手呼得一记空掌 打在了烟雾中 面前白雾如同被巨棒搅动一般 立刻翻腾起来 显露出了一个清晰的大洞 没有看见韩利的身影 莫大夫也不停手 四下左右开弓 一连十几下劈空掌 把屋内的烟雾 从大门外驱散得一干二净 房间内恢复了正常 除了少了韩利这个人 莫大夫有些惊讶 但也丝毫不慌 他打算一直守在门口附近 就是有几只臭串飞过 也逃不出他的耳目 他仔细扫尸了一下全屋 四周众多的书架 一张书桌 一把太师椅 一切如常 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小子这么大一个活人 怎么就在这么一个 狭小的空间内 变没了呢 莫大夫神色未变 心里却有了些嘀咕 但他一高人胆大 咳嗽了几声 就晃颤颤地走向 韩利消失的乌角 想去仔细查看一番究竟 在走到离乌角 一丈远的距离时 他停住了身形 一缝几双眼 他已感受到一丝 若有若无的杀鸡 弥漫在此处附近 正针对着他 准备要出手 莫大夫眼中金光四射 左右仔细地反复扫射 仍没有发觉什么异常 他心中开始烦闷起来 四周都没有人 难道上天入地了不成 他心中一动 觉得自己好像 抓住了什么要点 正想深思追究下去 却突然听到头顶 当的一声响动 不好 莫大夫一下就反应了过来 这才明白 对手藏在了屋檐之上 他顾不得抬头 杨手往上就是一记 灵力的劈空掌 轰隆隆的声音 紧随着长进的激出 传了出来 还掺杂着几声 清脆的叮当声响 莫大夫有些纳闷 忙抬手往上细看 整个人却不禁一呆 只见头顶上空空如也 是一个龟影也没有 只有一只黑色的铁铃 挂在乌梁上 被他的掌风 给激得摇晃不止 那叮当的响声 正是从他那传来的 哪里还有韩丽的人影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